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范晓晴2008年 出生在江西吉安的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 父亲范家发年轻时 因为被蛇咬指 剩下一条腿 母亲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 又不幸被牛戳瞎右眼 生活无法自理 奶奶83岁患有老年痴呆哥哥范晓勇 从来没有上过学 因为家庭经济 紧张只能帮忙干农活 一家无考 收入来源是仅有的三母帝 一年不足一万元 住的是靠政府补助 兄妹接济盖 起来的两层楼房 电线外露 只有两盏灯两吃的是冷饭冷菜 能沾着肉末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更别提范晓勤的教育了 七岁前 他连幼儿园是什么都不知道 九岁上了一年级后 别提十字 连说句完整的话都费劲 只能一个劲地重复别人的话 如果不是范晓勤的意外走红 这个家庭 根本就看不到任何希望 因此在范家发看来 能让儿子离开这个小村庄 有口饭吃就挺好 范晓勤走红以后 他从村子里的小透明一夜 成为小名人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还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救助 有日用品 也有金钱 马云本人在微博上特意发文称 我感觉自己在照镜子 大家都管范晓勤 叫小马云 也包括他自己 上中意参加天猫双十一晚会 还拍摄了电影 宣传海报上 他一个人的头像大小 足以抵过其他明星好几倍 得知范晓勤家境的马云 甚至提出要资助他上完大学 试想 如果范晓勤 接受马云的资助 并且真的沉下心来 认真读书 不说 能够从底层密集 但至少通过自己的努力 摆脱贫困还是 有可能实现的吧 显然 父亲也没想这么多 白纸黑字 让儿子签约所谓的MCN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 公司的法人代表 是范晓勤的父亲范家发 配备专门的保姆 豪车出行 还见识了 各路明星大腕走替 才搞社交发 九岁的懵懂孩子 就这样成为了流量中心 被捧上了神坛 然而对于儿子 所经历的一切 范家发完全不知情 只知道外界都叫自己的孩子为小马云 因为繁忙的工作 范晓勤一年 只有十几天在家父亲 虽然想念儿子 但觉得范晓勤 只要再读书就放心了 可事实真是这样吗 就在前两天 故事马云男孩现状 再次引发大家关注 小马云范晓勤 已经很久没来上学了 父亲天真的以为 是因为疫情无法返向 但现实是 范晓勤被公司带到了 其他地方直播圈前 据说因为流量不理想 已经被公司解雇 没受到良好的教育 就连身高 也还是五年前那般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正处于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 一如五年前的高度 很难不让人怀疑 范晓勤的身体状况 是否良好 但愿 这一切的担心 都是多余的 总听这样一句话 出名要趁早 但名气来得太早 背后往往暗藏玄机 有人拿范晓勤 和丁真对比 一个爆火后 渴望通过流量变现 一个爆火后 先去读书认字 说到底 哪来那么多的 一夜成名 更多的还不都是 百炼成钢 最后一句 多读书多看报 好好工作 踏实睡觉 别成天 想歪门斜道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再来